女人的胸口长了苛质 医生要求她脱下衣服一遍检查 但旁边站着一个陌生男人 这让她感到有些尴尬 女人听完便放下戒心 裸露上身接受医生的检查 然而她根本不知道自己被骗了 眼前这个叫杰米的男人压根不是医生 出院后 女人发现杰米的后背箱里塞满了药品 箱子上还有制药公司的标志 杰米迅速道歉 她自以为凭借自己帅气的外表 和真诚的态度就能轻易拿捏女人 辣妹就是辣妹 杰米立马被她吸引了 她自信地认为自己可以追到任何女人 征战情场多年 她从未败过 即使是那些高难度的美女 然而直到那天 她遇见了马基 一个只有26岁就得了帕金森病的女人 尽管如此 杰米对她的美貌忍不住心动 即使被马基狠狠揍了一顿 杰米却充满喜悦 她从医院前台偷到了马基的联系方式 毫不掩饰自己的企图 令人意外的是 马基答应了她的约会 两人在咖啡馆见面 在交谈中 杰米注意到尽管马基竭力掩饰 但她不时颤抖的手指暴露了她患有帕金森病 杰米刚准备用一些挑逗的话语逗了马基 可出乎意料的是 这支球打得她有些措手不及 然而马基表现得很洒脱 明确表示只想和她玩玩 不想谈恋爱 杰米听后感到非常满意 两人立马就探讨什么是快乐星球 从那天开始 无论白天还是凌晨 只要马基一个电话 杰米就会欣然赴约 海王每次接到女神邀约 不管白天黑夜立马前往对方家里 一起探讨什么是快乐星球 时间久了 海王开始对女神感到好奇 但每当她想深入了解时 女神马基总会及时打断 只希望保持现状的关系 可在不知不觉中 杰米心里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情感 每当她和马基在一起时 她总是毫不掩饰地注视着对方 眼中充满了爱意 这晚 杰米带来了食物 与以往不同 他们并没有急于进入正题 而是像普通情侣一样聊了一整晚 谈论着令人心烦意乱的前任 和童年时的尴尬事情 杰米了解到马基之前有过恋爱经历 但在被诊断患上帕金森病后 她的伴侣离开了她 马基也发现在杰米看似漫不经心的外表下 隐藏着一颗敏感的心 因为她从小被父亲忽视 杰米很渴望得到认可 却总是吊儿郎当来掩藏内心 这晚 他们什么都没有做 却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更愉快 杰米清楚地意识到自己陷入了情感的泥潭 然而第二天一早 马基突然提出终止他们的关系 杰米愣住了 尽管内心难过 但死皮赖脸不是她的风格 她与马基云淡风轻地告别了 杰米离开后 马基拿起第一次拍杰米的照片 庆幸自己及时停止了 可杰米仍然低估了自己的感情 她无法忘记那双大眼睛和马基浓密的棕色卷发 她像失恋一样在酒吧里灌醉自己 然后借着酒精给马基打电话 听到她的声音 杰米完全忘记了所有的撩妹技巧 你想看我吗 我现在在撩住 第二天 杰米无法再控制思念 她去找马基 希望正式开始一段恋爱 然而此时 马基正准备去加拿大 明天才会回来 杰米决定在车里等一天一夜 只为了在马基回来的第一时间向她表白 时间漫长到仿佛等了一个世纪 第二天傍晚 马基终于回来了 当她看到杰米还在等待时 她封闭已久的心终于被打动了 在爱情面前 马基打破了自己的原则 他们正式成为男女朋友 随着情场的得意 杰米的事业也迎来了转机 最近公司研发了一款新药 被誉为男性福音 杰米赚得盆满钵满 在公司的庆功会上 无数美女围绕着杰米 甚至还有她上次搭讪的女人 女人眼里充满挑动 可杰米早已不再是以前的海王 她提前离开了聚会 回到家中看到熟睡的马基 温柔地唤醒她 满怀爱意 接下来的一瞬间 杰米的心跳突然加快 一种陌生而强烈的情感 打乱了她的呼吸 马基急忙安抚她 经过几次深呼吸 杰米恢复了平静 马基被杰米的真诚所打动 虽然没有回应 但她的内心却悄然发生变化 杰米对马基的爱越来越深 在她眼中 马基时而天真无邪 时而充满魅力 她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她的心弦 然而帕金森病就像一颗定时炸弹 马基的病情恶化了 她的手颤抖得越来越严重 这一天 马基的病情再次发作 她拼命控制着自己的身体 拿出药瓶 但里面的药已经吃完了 晚上 杰米回家时 马基想假装一切正常 但她的身体却不受控制地颤抖着 最终她失去了控制 尽管知道你有故意想激怒她 但男人仍然被伤害了 她刚想离开 马基的肩墙仿佛一只摔碎的杯子 她痛恨自己是个病人 无法过正常的生活 无法谈正常的恋爱 她更害怕看到杰米充满同情的眼神 而杰米紧紧拥抱着马基 没有说任何话 几天后 杰米带着马基参加了一场帕金森研讨会 在那里 马基意识到帕金森并不是世界末日 那里的患者依然积极乐观地面对每一天 马基的眼睛泛红 他突然对未来充满信心 虽然疾病可能会摧残身体 但无法改变他的内心 与此同时 杰米和一个男人聊天 男人的妻子也患有帕金森病 已经到了无法自理的程度 杰米问对方 有没有什么照顾方面的建议 可对方的回答让他意外 杰米陷入沉默 他意识到自己对于帕金森的了解还不够 但现在他必须正是事实 因为爱情无法治愈一切 与杰米不同 马基的情绪好转了很多 他兴奋地与杰米分享会上的一切 不断感谢杰米始终陪在他身边 因为他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他终于有勇气回应杰米的爱 杰米勉强笑了笑 他开始带着马基四处寻找明依 希望能找到治愈帕金森病的方法 可现实中并没有奇迹 杰米越来越恐慌 他无法像一辈子那样照顾马基 马基也同样身心疲惫 一次又一次的无果检查 让他心里焦脆 每次出结果 杰米失落的眼神和失控的情绪 对他来说是一种折磨 马基知道他应该让他离开 杰米嘴上否认 但心里清楚马基所说的是事实 当晚 马基果断地提出分手 而杰米并没有挽留 他也明白放手可能是最好的选择 失恋后 杰米陷入了迷茫之中 他经常心不在焉 对所有的聚会都失去了兴趣 几个月后 杰米得到了晋升 公司准备将他调往芝加哥 在离开前的一天 同事们为他举办了告别聚餐 刚到餐厅 他注意到了他一直思念的马基 他依旧美丽 只是身边多了一个男人 杰米本想问他过得如何 然而当他看到马基的棕色瞳孔时 所有的思念都堵在了喉咙里 听着同事们说杰米要去芝加哥 马基的表情稍稍显得不自然 杰米试图从他的脸上察觉到不舍 但马基只是微笑着表示祝福 看着他离开的背影 杰米感觉自己的内心空荡荡的 几天后 当杰米在家整理行李时 无意中翻出了一盘录像带 那是两人在热恋时拍摄的视频 杰米看得入神 他回忆起和马基在一起 试得快乐和幸福 还有那些美好的回忆 他终于明白 为了这份确定的爱 他愿意承受任何艰辛 杰米急忙去找马基 然而此时马基已经乘坐 开往加拿大的大坝 他直接冲上高速公路 并追赶上了那辆巴士 然后向马基表白 因为马基的爱 他第一次对自己充满了信心 往后余生都想陪伴在他身边 马基虽然非常想回应 但他明白这段感情 对杰米并不公平 在彼此的眼中 他们仿佛看到了 未来相互扶持的许多年 也许在那时他们会年老体弱 也许在那时 马基无法在四处奔波 然而那些相爱的时光 早已不知不觉地改变了他们的生命